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個智庫組織 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 向他作出了一個建議 要求撤銷在奧巴馬政府年代簽訂的一個秘密備忘錄 這個秘密備忘錄最拿命之處 就是在於他准許中國企業採用另一套會計審查辦法 造成極大的漏洞 一旦這個秘密備忘錄真的取消 就會促使到那些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被迫強制退市 這份秘密備忘錄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簽署 這份備忘錄就准許那些中資企業 可以不需要做會計的審核 就能夠在華爾街上市 如果這個備忘錄是遭到撤回的話 中資企業就將會被直接趕出華爾街 到底這個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有沒有壓力呢? 他們作出相關的建議 特朗普不一定要聽 這個委員會在上一階段的建議 已經得到了特朗普的採納 當時他們建議美國的聯邦軍人退休基金 要全面撤出中國市場 這個建議已經得到了特朗普的採納 亦都是執行了 故此這個委員會作出的建議 並非純粹吹牛或空口說白話 而是有機會落實執行 到底當時這個秘密備忘錄 有哪些人是有份促成的呢? 原來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 即是現在其中一個總統參選人 民主黨籍的拜登 在當年親自促成這項秘密備忘錄 故此他被人譏諷說他是China Joe Biden 或者叫他做Bijing Biden等等 這個拜登究竟他對華的態度 是不是真的這麼強硬呢? 在較早前他曾經被特朗普踢爆過 就說他的兒子Hunter Biden 和中國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原來這位亨特 就擔任過一間中國公司 叫做渤凱華美投資基金的董事 特朗普就說 在2013年的時候 拜登兩兒子去了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在這次訪問當中 亨特就和中國銀行家李長生見面 後來李長生接受訪問時透露過 說亨特通過一位美國商人 叫做亞徹的介紹 加入了渤凱華美投資基金 為何李長生會選亞徹做生意夥伴呢? 因為亞徹和拜登的兒子Hunter有著心口的關係 這件事件在去年10月的時候被特朗普踢爆了 Hunter迫於無奈之下 就辭去了這家中國公司的所有職務了 故此拜登本人有份促成不公平的秘密備忘錄 而他的兒子有份在中國參與一些公司謀取利益 到底現在拜登口口聲聲說要對華強硬 甚至乎聲言說他一旦當選 對華政策的強硬態度 是會被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他現在未當選就可以順勢彈彈說什麼都可以 吹到天花龍鳳 但官乎他之前所做過的事 簡直是劣跡斑斑 台面上大家已知的 都已經是對華一種軟弱的程度去到這樣 而更何況就是 有哪些藏著了在暗瓦底的構思物 大家都未知 我當沒有了 只是這兩件事都足夠死了 起碼特朗普本人就沒有這些往績 而且過去四年對華也採取了一種非常強硬的態度 比起戰後多屆的美國總統也是為之強硬 他是事實執行的 你說比特朗普更強硬 到底是堅定留呢? 其實在過去四五屆的美國總統大選 在選之前兩黨的候選人都在鬥一件事 就是在鬥對華強硬的態度 當然是在口頭上 但當選了以後 無論是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 其實對華的態度都好像一條軟皮蛇 最離譜的是奧巴馬 在他任內那八年 對華的貿易赤字可以升一倍有多 奧巴馬簡直是難辭其咎 一路跟中國做貿易一路不斷虧錢 然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來調整這個問題 來糾正這個錯誤 結果是由特朗普上台之後 才搞了一宗中美貿易協定出來 嘗試微調這個情況 其實那兩千億都是沒用的 對比起每一年有四千多億美元貿易赤字 那兩千億都是杯水車身的 而且那兩千億不是一年 是要分兩年 更何況是 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定執行進度 是非常緩慢 除了在農產品方面勉強達標之外 其他各方面都是強差人意的 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差不多半年 五個月有多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 到底中國能不能夠在餘下的七個月 完成整年的目標呢 真是成疑問了 你要在下半年買回上半年未買的東西 行不行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誠意去執行 很明顯就是採取一種拖字決 就是拖到大救星拜登上台 那他就有望了 如果由特朗普繼續執政的話 肯定在接下來四年 中國就非常難受 尤其是在說這個 智庫所提出的建議 就說要取消這份秘密備忘錄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在今屆總統大選以前 特朗普未必再會去大刀闊苦 執行這些措施 因為一旦執行這些措施 不單止會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損害 因為他如果要在美國那時候退市的話 他就只能夠回歸香港或者大陸的金融市場掛牌 如果在大陸那時候掛牌 你只是糖水滾糖魚而已 如果擺放在香港的話 美國一定會有另外一些招數來對付你 包括他在美元交易不幫你做結算 鍾國斌也說過 到時候香港就會倒塌 總之他一定會有相應的辦法 相應的措施去做 但是是不是現在去做呢 相信就不是 因為現在去做的話 就會對美國的金融市場 構成一個極大的動盪 一動就不如一靜 在選舉之前 盡量不搞這些大刀闊苦的改革措施 但是如果他連任的話 他九成九都會採納智庫的建議 所以為什麼大陸拖字缺就是這樣 但是最近有一宗不太好的消息出現了 就是這個民調的結果 這個民調是由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 在今個月25日至28日共同進行 結果顯示拜登的支持度有五成三 而特朗普跌至四成三 即是拜登領先一成 當然我們經常都強調 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們不喜歡參與這個民調 而且民調就不代表一切 只不過如果長期落後 而且落後是有跌幅的差距 開始擴大的話 就不是一些好的象徵 希望這些跌幅 都是集中在民主黨操控的州份 就算你跌九成也無所謂 因為你跌多少成也好 那個選舉人票都是歸民主黨 只要其他搖擺州份沒有跌 這樣就沒什麼大問題 好了 接著就說下一件事 就是這個胡錫進 他在Twitter上老屈香港人 他說什麼呢? 他說高度懷疑香港的暴亂分子 已經滲透到美國的各國州份 襲擊警察局、倒毀商店、封鎖道路、破壞公共設施 這些都是抗議活動中的例行活動 空殘的香港暴徒顯然是全美暴力抗議活動的策劃者 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已經開始發展到胡言亂語和無中生有的程度 實情香港的示威 如果有美國的示威 劇烈程度一半 香港警察都已經失敗了 對嗎? 胡錫進老總 要不要說出這樣說才行 所以難怪英國外相南韜文 看到大陸的情況越來越激進 越來越瘋癲的時候 他就說 英國是不會逃避道義責任的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會給予BNO護照持有人的入境權 入境權很閒 之前他也提過 而根據英國一家媒體 iNews的副政治編輯Hugo 他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引述南韜文的消息 他說南韜文證實了 英方會建議 向290萬BNO護照持有人 給予居留權 他直接說居留權 但是南韜文說 最終只有少部分人真的會去英國 其實英國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就算送居留權給香港人 也沒有幾個真真正正會去的 為什麼現在那麼多人會去唱美金 那麼多人去換領這個BNO護照呢? 就是買個安心 如果不是殺到埋身 被迫要走難的話 香港人斷然是不會走的 因為香港的富裕程度 簡直就是遠超想像的 雖然近年貧富懸殊的程度 越來差距越大 但是 對比你在英國的經濟 英國的工資水平 英國的稅率 很多人寧願留在香港 你叫那些人 要放棄在香港所有的基業 離鄉別井 走去重新生活的話 我想有很多人都不肯 你送居英權給他 除非說殺到埋身共產黨 打到要沒收資產 要抓你去集中營 這樣就另外計算了 如果不是的話 藍韜民外相的判斷 是不能錯去哪裡的 290萬的BNO持有的人 最終會走的 分鐘不夠一成 今天這個每日電訊報 就發表了一個社評 又是吹這個風向 就是說BNO的移民 是有助於提振英國的經濟 大家留意 開始的大埔就不斷地去 即是搏這個風向了 就是為了BNO一旦有機會平權 是奠定了輿論基礎 這些東西就是慢慢來的 美國方面的大埔也在做 英國的大埔也在做 以前只有小埔去說 或者是小黨 例如自由民主黨去說 如果靠它說就死定了 它在下議院的席位又少 現在是保守黨去說 或者是工黨去說 完全是另一個格局 而且現在的大埔是全面配合的 說明香港的人才是有價值的 對於英國的經濟是可以貢獻的 開始吹這些風向 這些東西就是前所未見的 故此就是向一個好的方向邁進 到底BNO最終能不能夠平權 會不會有好消息呢 很難說 但就算最終不能夠平權也好 它一定會提供更多的權利和入境優惠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